hello朋友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智 今天是星期六 现在是中午12点 我和朋友出来吃午饭 今天早上呢 我已经上了一节课了 然后下午还有一节课 结束之后呢 我打算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 因为昨天小美人鱼上映了 所以我们打算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现在呢我先享受一下午餐啦 去看电影之前呢 我们先来买一杯珍珠奶茶 这个就是黑糖珍珠 就是这个啦 小美人鱼 买到了一个很大的爆米花 在这里拿3D眼镜 我很喜欢迪士尼小美人鱼动画版的电影 所以我也很期待今年的这部真人电影 我觉得它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一些音乐和画面 为了防止剧透 还是你自己去看吧 剧透是一个很地道的表达 它的意思是说在别人观看电影或者阅读小说之前 透露重要的情节 一般大家都不喜欢剧透 因为会让别人失去惊喜或者期待 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剧透预警这样的提示 如果你不喜欢剧透 你可以说 请不要剧透这部电影 我想自己去看 我去看了小美人鱼的电影 回来之后呢 我就对于人鱼这个传说非常的感兴趣 其实在中国文化当中也有很多关于人鱼的传说 比如在先秦时代有一本书叫做山海经 那里面的人鱼有四只脚 然后声音呢很像婴儿 另一本中国的古代书籍搜神记 里面记载的人鱼呢叫做骄人 这种人鱼他们会织一种特殊的布 然后这种布是防水的 所以被人类视作是一种珍宝 在晋朝还有一本书叫做薄物志 它里面记载的人鱼眼泪会变成珍珠 他们还常常用这些珍珠来感谢帮助他们的人类 清朝呢还有一本书叫做聊斋志义 它里面记载了人鱼和人类相恋的故事 所以这个情节和安徒生的童话情节是比较接近了 有学者认为呢 人鱼这个形象在中国文化当中是爱遇和死亡的象征 同时呢 人鱼一般都有很多很神秘的技能 在中国的人鱼的传说当中 他们常常和人类产生一些联系 并给人类带来一些实际的帮助或者是好处 骄人应该就是中国文化当中 人鱼很典型的一个形象了 现在呢也成了很多文艺作品创作的素材 中国也有很多关于人鱼的电影 我比较熟悉的主要有两部 第一部是1993年就是还是挺早的一部电影 叫做人鱼传说 还有2016年比较新的一部电影就叫做美人鱼 1993年的人鱼传说是一部现代爱情电影 讲的是人鱼和人类相恋的故事 2016年的美人鱼这部电影是一部比较新的人鱼电影 他的导演是周星鱼 我非常喜欢周星鱼 这部电影呢很有它的风格 虽然它的主题是环保保护环境的主题 但是因为是周星鱼导演的电影 所以它有很浓郁的喜剧风格 非常的搞笑 我认为这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找来看一下 在你的文化中也有关于人鱼的传说吗 我非常感兴趣 欢迎你在评论区跟我交流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